白俄羅斯調停化醒為宜 但外界認為長達23年的普清政權 已經被動搖了 三千名車程民兵 全副武裝準備趕往俄羅斯南部的 羅斯托夫招瓦格納傭兵團的麻煩 卻沒想到被路障擋住去路 全塞在公路上 倒是羅斯托夫的火車站 已經擠滿了人準備出逃 至於在首都莫斯科早早宣布反恐警戒 莫斯科市長更一度呼籲民眾千萬別出門 事實上24號這一天 所有俄羅斯人都在緊張跟困惑中度過 原來俄羅斯官媒刻意淡化瓦格納的行動 也讓謠言四起 有烏克蘭官員引述 飛航追踪網站的資料 顯示普清的總統專機 老早就飛離莫斯科 只是克里姆林宮堅稱普清沒有逃走 普清或許是真的怕了瓦格納嗎 他下令拆除瓦格納所有的廣告刊版 而在聖彼得堡的瓦格納總部也遭到封鎖 外媒還報導他們在普里格金的辦公室 搜出14億台幣的現金 雖然這場一日叛變最後戲劇性和平落幕 但有專家認為普清早就壓不住內部矛盾 也讓俄羅斯長達23年的普清體制出現垮台的一絲可能 TV陳宗報導 在昨天非常關心俄羅斯內戰的觀眾朋友 想必一整夜都沒有辦法好好睡覺 最關心的就是瓦格納首腦普里格金 到底會不會衝進莫斯科 但是沒有想到在最後一刻距離莫斯科200公里外 他卻急踩煞車 但是這不代表瓦格納並沒有在俄羅斯的境內 取得一些關鍵性的勝利 來看到瓦格納他們已經成功在俄羅斯南部的 最大城羅斯托夫 成功佔領了俄烏戰的聯合軍團指揮中心 而美國的智庫就點名了 這裡可是俄羅斯58集團軍的總部 對於俄軍的任何威脅可以看到 現在在這個非常重要的據點是可以阻礙 俄羅斯的軍隊對於烏克蘭的進攻的 不過普里格金就表示了 雖然已經控制了軍事基地 但是不會阻止戰場的行動 雖然已經控制機場 但是主要如果是要襲擊 烏軍的這些軍機還是可以正常起降的 強調瓦格納正在拯救俄羅斯 來到這裡是制止我國所受到的恥辱 不過為何普里格金在最後一刻 會擊採煞車無異 就是因為白俄總統盧卡申科 在之間的斡旋 我們來看到盧卡申科 他也表示跟普里格金有進行會談 而且普里格金同意 要讓瓦格納停止前進 而且會提出可以接受的方式 並給瓦格納尤其是普里格金 提供安全的保障 而這個也被科里姆林公的 發案人來證實了 針對普里格金的刑事案件 俄方將會完全的撤銷 而且他本人也會前往到白俄 而瓦格納的戰士也會反回他們的基地 對於其他成員 俄羅斯方面也都不會起訴 而瓦格納這一回 可以迅速的逼近莫斯科 英國國防部認為背後 其實有部分的俄軍是在放水的 要再叫給婷婷 普里格金與普新之間的內鬥台面化 各界都是非常關心的 可以看到雖然普里格金在最後一刻 沒有進入到莫斯科 但是像是提到了 他確實在俄羅斯境內 有佔據非常重要的據點 所以可以看到西方國家 現在也針對這個態勢 就是警兵的關注 看到路透社就引述了 英國國防部的情報指出 現在其實就是要來考驗 俄羅斯安全部隊 尤其是國民警衛隊的忠誠度了 因為這次危機會如何發展 這個他們其實是非常重要的關鍵 看到瓦格納衝進俄羅斯 甚至叫職工莫斯科的這個動作 其實有些安全部隊對於瓦格納的行動 保持被動甚至默許的態度 所以這樣子的態度 是不是也意味著 原本要保護普京的俄羅斯這些軍隊 是不是軍心是有一點點浮動的 所以可以看到英國就點名了 像是因為瓦格納 他們佔領了羅斯托夫境內 而且當地也甚至出現了軍事緊張 有沒有可能進一步升級成騷亂的危險 就是各界非常關心的 所以可以看到包括美國 歐盟 法國 德國 以及波蘭 他們也都發布了這相關的聲明 深深會密切注意事態的發展 就連像是歐盟也已經啟動了 危險的應律中心 要對於現在俄羅斯境內 有沒有可能再出現 任何一些些的差錯 或是進行相關的一個變動 他們都是要來緊盯的 普雷格金的反叛 背後有沒有自己的政治野心呢 外界的分析要再請請聽告訴我們 馬格納傭兵集團的首腦 普利格金跟俄羅斯總統普琴 兩人的決裂完全檯面化了 但是過去其實是有跡象的 大家看到 普利格金跟俄羅斯將領之間的嫌隙 主要是因為巴赫姆特的戰意 因而檯面化 但是其實普利格金的個性 過去就常常不給別人面子 所以他也曾經多次開槍普京 說那個快樂的阿伯還以為自己做得不錯 所以可以看到 他是完全不給別人留任何情念的 而美國的卡尼基研究員就指出了 普利格金其實在俄軍受挫時 批評莫斯科主要的原因是希望可以 討好群眾 因為他這樣子的動作 就會被視為軍事勝利的象徵 不過為何這次普利格金 原本是要直接的直衝莫斯科的 現在就有很多個分析原因 其實又包括了英國的RSS資深的 研究員戴維斯就指出了 普利格金有可能是希望 可以尋求政治的未來 因為有越多的徵兆也表明了 普京在戰事中的嚴重失能 所以在調動資源上面 也有一些出現作戰上面的問題 所以無疑的普利格金 有沒有希望可以因而取代普京 因為畢竟他在俄羅斯的聲量 確實也是僅次於普京的 除了這些國際新聞之外 如果還要掌握更多的 國內外最新的重點 可以來下載我們的TVBS New Step 來掃一下我左邊這裡的QR Code 讓你所有的訊息 都可以不露解 而關注烏爾之戰 除了俄羅斯的內訌之外 事實上烏克蘭的反攻行動 已經進行超過三個星期了 從外界來看似乎覺得 這個進展是不如預期的 英國情報部門就分析 烏克蘭行動受阻的原因 在於俄羅斯的防禦戰術 其實是有發揮作用的 俄軍重機槍班在戰事激烈的 胡立達爾對烏克蘭的反攻部隊 展開回擊 班長說對方至少派出一個 步兵營的部隊 往他們駐防的方向前進 胡立達爾是烏克蘭反攻行動的 主戰場之一 雙方在陣地爭奪中激烈交戰 現在俄軍憑藉著 步戰車的炮火壓制 即將奪下一處烏軍據點 儘管烏克蘭部隊 暫時撤出這條壕溝 不過俄軍也沒有停止攻擊 一方面掃蕩各個戰鬥位置 確認烏軍全都離開 另一方面也在壕溝內 繼續對烏軍開火 烏克蘭展開反攻行動 已經超過三個星期 但是整體進展並不如預期 就連總統澤倫斯基 也承認的確如此 不過他也為烏克蘭官兵講話 強調有些人以為反攻行動 就像是好萊塢電影 而且期待馬上就會出現結果 可是戰爭並非如此 因為這是人命關天的大事 要付出寶貴的性命作為代價 法新社的分析報導指出 烏克蘭在大反攻的過程中 並不是節節勝利 也有遭遇損失的時候 因為俄羅斯部隊在攻守方面 無論在戰術執行或戰略部署上 都不再像過去那麼僵化 而且部隊的攻勢也變得更為強悍 俄軍在長達一年半的戰爭洗禮後 似乎總結了許多經驗教訓 也漸漸懂得化被動為主動 即便烏克蘭得到西方陣營先進裝備的支持 但是俄軍在情報蒐集和部隊整合方面 已經少見到戰爭初期的雜亂無章 甚至是無所适從 面對烏克蘭部隊的突襲 接戰上也顯得比較從容 不再像以往那樣 一看苗頭部隊 就趕緊丟虧氣甲的逃離戰場 促使俄軍改變的原因是什麼 雖然目前西方情報部門 正在積極尋找原因 但是可以證實的是 俄軍在戰場上的改頭換面 總參謀部應該花了很大心力 一點一點摸清 烏克蘭的部隊特性和作戰方針 讓俄軍有能力和烏軍抗衡 擔任進攻阿夫迪弗卡的 烏克蘭陸戰第35旅 正在使用遏制的AGS腰拐 自動榴彈發射器 對俄軍陣地發動攻擊 陸戰35旅官兵向美聯社記者透露 在與俄軍的多次交手中 他們不斷擊退敵人重型裝甲部隊 與步兵的協同攻勢 儘管這一支陸戰旅展現出高度的信心 堅稱一定能夠贏得勝利 但是英國情報部門的分析 卻沒有這麼樂觀 原因是從他們蒐集到的情報 加上烏克蘭國防部 提供的訊息來看 雖然官方的說法稱 反攻行動是從三路展開 但是實際上卻有六處主戰區 這對反攻部隊來說 負擔超過他們能夠承受的極限 眾所周知 烏克蘭是從札波羅勒 奧里希夫成為雙方的交戰熱區 而在盾內刺客首府 盾內刺客市的南北兩端 也開闢了胡利達爾 馬林卡和阿夫迪夫卡 三條戰線 再加上原本就在巴赫姆特 近郊的戰鬥 以及北盾內刺客的利曼戰區 即便在反攻行動展開前 烏克蘭宣稱 已經新編成10支以上的作戰單位 要投入反攻戰鬥中 但是從地圖上來看 在這條綿長的戰線上 六個主戰區實際能部署的部隊 最多不超過三個旅 要是再加上戰損的話 真正能作戰的主力 恐怕還要再打點折扣 更何況在反攻行動中 烏克蘭屬於進攻的一方 如果想要收復失土 烏軍勢必要付出相對高昂的損失 才能打退採取守勢的俄羅斯部隊 儘管英國情報部門研判 烏克蘭還沒有壓上所有部隊 頂多派出三個旅 加上約末10支左右的坦克營和機部營 投入到六大戰區中 在反攻行動的前期 先探探俄羅斯守軍的虛實 依據戰場現況重新評估 並規劃未來的戰術方案 不過半島電視台則引述了 俄國軍事專家的說法 表示幾乎以慘重的人員和裝備損失 在戰場上取得了微小且有限的成果 法先生表示 俄羅斯軍事專家所說的成果 應該是指烏克蘭在巴赫姆特的戰鬥 派駐在這裡的烏克蘭第三突擊旅 票漢的作戰風格早已經明文全球 烏克蘭國防部副部長 馬利亞爾就這麼形容 部隊正在向前推進 一小步一小步拿下被敵人佔領的土地 烏克蘭地面部隊指揮官斯爾斯基也說 俄羅斯正在調集最具戰鬥力的部隊 前來保衛巴赫姆特 但是他的部隊已經控制住 這裡的戰略高地和森林區 趕走入侵者只是時間上的問題 話雖如此 然而美國智庫戰爭研究院的評估認為 俄軍在防守策略上採行了有效的戰術 這一點就和英國情報部門的分析是一致的 因為俄羅斯比烏克蘭更具有壓倒性的空戰優勢 俄軍的攻擊機和武裝直升機 可以在空中為地面部隊提供強而有力的戰鬥支援 烏軍欠缺足夠的防空裝備和空中力量 能與俄國空軍相抗衡 即便烏克蘭從美國獲得了復仇者防空系統 但是這批裝備大多部署在保衛基輔的領空 即便有少部分調集到前線 但是數量上遠遠不足以為地面部隊 帶來充分又有效的保護 而且到目前為止 烏克蘭對俄軍的空中優勢依舊束手無策 持用美式M119流炮的烏克蘭第67旅 負責立曼前線的重型火力支援任務 雖然這型火炮有效壓制俄軍的反擊 但是戰爭研究院的報告卻指出 烏克蘭在經過三個星期的反攻之後 僅僅向前推進了100多平方公里 緩慢的進展速度 有可能對烏軍帶來不利的影響 因為俄羅斯可以趁此機會 繼續強化他們的防禦攻勢 增加烏克蘭的反攻難度 進而減緩烏軍的反攻節奏 如此一來 這場戰爭會毫無疑問的繼續下去 甚至讓膠著的戰況拖到明明 歡迎收看1500整點新聞 我是浩亭 最新的意外消息發生在新北市樹林